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本支出大幅下修的一个法说内容 那我们从国际的半导体大厂的观察 还有从台积电从营收增长 净利增长 从固定资产规模过去三年的变化 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暗示 就是张忠蒙董事长 是不是即将在明年度来做退休 所以台积电的法说会 从资本支出的结构 我们怎么看待整个半导体的景气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观察到 就是中国的新增信贷 在9月份忽然出现大幅的增加 新增信用贷款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看陆股在这最近几天 表现非常优异 像今天再度开高震荡收最高 那我们要观察过去这段时间 全世界央行疯狂的印钞 可是为什么经济不变好 最重要的原因是 消费者不愿意扩大杠杆 来做消费支出 那企业不愿意扩大杠杆 做资本支出 那包括银行不愿意扩大杠杆 来进行放贷工作 所以这个新增信贷代代表 中国正在拉杠杆 而这个杠杆的扩大 能不能解决目前全球需求不足 而全球景气低迷 可是印钞过多的一个窘境 我们稍后注意个掌握 好 另外很重要是看了 昨天美国公布了 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这个CPI我是零 是低于预期 可是核心CPI 特别是目前房地产的价格 成为整个美国 这个消费者物价当中 最大的麻烦 虽然看不到 景气明显的回升 可是整个资产泡沫的压力 似乎从这一次9月份的CPI 看得相当的明显 所以怎么做观察跟解读 我们今天请到四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是台大哲学教授 怨举正 怨老师 好 第二位请教的是 我们的聚会网总主币 邱智商 邱博士 好 第三位请到资争台记者 丁万民 好 第二位请到我们资争分析师 曾幻文大K 好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 这个法说内容 因为这个台积电 等于是在产业链的最上游 除了全球的IE设计公司 不管包括了苹果的订单 最近不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吗 这个台积电16奈米的制程 苏比三星14奈米的制程 表现来得更为优异 成为最近苹果手机的 一个大麻烦 因为到底里面是装的是什么星 是黑星 是良星 还是什么星 那基本上大家就说 我要台积的星 我不要三星这块星 那我们看台积电 为什么这时候 大幅下修资本支出 光明天不要忘记 因为台积电在 苹果A9的订单的表现 基本上明年A10订单 准备全拿 也就是全球单一厂商 最大的半导体客户苹果 可能会把所有订单 下给台积电 5 台积电准备接个 超级宇宙大订单 可是它却要缩减资本支出 观众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这些跌的不是台积电 这些跌的是苹果干减股 为什么 苹果出现什么事情 害得台积电吓坏了 要大减资本支出 我们从几个角度做观察 那昨天这个法说会 台积电缩减资本支出的原因 有几个 第一个是汇率影响 所以使得说 它的资本支出可以下滑 因为台币贬值美元强势 所以成本下降 所以不用资本支出 观众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台积电过去 是靠竞争力来创造优势 它从来不靠价格战 所以台币贬值跟价格战有关 跟它竞争力有关系 占20% 那效益的提升 就是特别是 它发现从20奈米 转换到16奈米 很容易就转换 不需要买什么新的机台 所以它说效益提升 占30% 那投资机会改变 占30% 原地的进度调整 占20% 这当然是分析师来做一个解读 所以找了一堆理由 他就是不愿意再做资本支出 那官媒我们看一下 因为台积电有四个数字 要给官媒做了解 这对台积电的股价跟未来 甚至对台积电客户 我们可以从台积电的财报身上 看到一点端倪 最上面是营收增长率 我们从2013年第二季 一路抓到今年的第二季 其实营收增长率 其实在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在去年第四季 去年第三季跟今年第一季 以这个增长率做观察 都有超过三成 剩到五成的增长 这是营收 但我们从净利的增长 净利增长最快的速度 也是在去年第四季 跟今年的第一季 这是最后净利的一个增长 可是官媒你从资产的观察角度 它资产增加最快的 则是再早半年 是大概是2013年的下半年 跟2004年的第一季 所以官媒常常讲 有资本支出 有资本支出 有资产的扩张 才会有营收的增长 有营收的增长 才会有净利的发生 所以为什么资本支出很重要 官媒你懂意思了吗 所以你看资本支出 它会反映在未来三到六季 台积电的营收跟营运生上 可是我们刚刚官媒看到 既然资本支出缩减 我们就看更新的项目 叫做固定资产的一个发展 为什么 因为总资产没有现金 有转投资 固定资产讲的是设备跟厂房 其实台积电的高峰 也是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 事实上过去两季 固定资产变负值 官媒有什么意思 就是这家公司 它的折旧是大过它的再投资 官媒你听懂意思了吗 就是这家公司 它每年每个季度提列的折旧 大过它新的投资 会使得它固定资产变成负值 那严格来讲 就是一个企业老化的一个暗示 虽然它是一个Cash Card 很会创造现金 可是从固定资产的增幅 它不仅是已经开始衰退 而且已经衰退了 有两个季度之多 所以事实上台积电这家公司 变得相当的保守 而官媒也要注意到 因为去年第四季 去年下半年 台积电宣布了双首赏制 所以很巧合的 就是当台积电 张忠谋不打算扩张时刻 开始进行交班的工作 那我们再看一个全球的资本支出 包括三星 台积电 英特尔 海力士 这个Global Foundry 美光跟联电 事实上三星 已经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进行一个财务支出的下修 甚至英特尔已经下修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当三星跟英特尔 都在下修资本支出的时候 只有台积电在之前还在扩张 可是现在发现景气不对 忽然瞬间 其间以腰斩的方式 来做资本支出的一个收回 我要请大家可以做观察 因为我们先看很多面向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的未来 看到了什么样的市场 第二个是台积电的未来 它的成长在哪里 第三个台积电的未来 领导人是谁 您能观察 好的 台积电的法说 在昨天下午三点半 台北股市的投资人都称为 昨天是超级星期四 因为有台积电的法说 也有大力光的法说 对 股王 一个是市值最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其实很特别 这是昨天的这个简报的部分 我把昨天出席的人 念一篇给大家听 包括这个孙又文处长 何立梅财务长 然后两个这个共同执行长 包括刘德英跟魏哲嘉 但是这个总市长 张忠谋并没有出现 对 为什么张忠谋没有出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光讲说 有这退休打算 我们不知道 这可以有待观察 我跟你讲个不客气话 每次台积电有好消息的时候 张忠谋一定出场 台积电有坏消息的时候 张忠谋都不会出来 这是过去十年的惯性 很特别 对 所以我今天把这数据 调出来给大家看 是不是刚刚成如世光所讲的 昨天张忠谋没有出席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昨天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非常明显我们直接从这个 季徵律跟年徵律来看 不管你是这个毛利率 或者说净利率 或者说纯益律 甚至这EPS等等 从这个季徵律跟年徵律 全部都做一个衰退 这是昨天 细项我们待会儿再看 都是拍康 对 都是拍康 但是第二季的时候 7月16号举办的这个法说会 张忠谋董事长有出席 就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EPS大幅成长百分之 年徵律大幅成长百分之三 然后第二天台积电股价 是大涨2.56% 对于台积电员工来讲 你们要知道 你的张忠谋是可以共享福 但不能共患难 所以官媒讲 我们没有做一个最独的 我们出席股东这个法说会 跟他股价的关系 强烈暗示张忠谋是用身体 对他的股市做表态 因为他没有时间 可能他在忙着下滩吗 没有时间来开法说会吗 外面很妙 张忠谋有出席跟没出席 台积电股价会非常非常 在未来一段时间清楚地表态 所以张忠谋昨天没有出席 所以今天台积电就跌了2.5% 刚好一来一往 那我们回到这个重点来看一下 昨天的法说会有几个 包括第一个是 他说这个全球半导体的展望 从3%降至0% 其实非常严重 原本今年预估从5%到4% 然后3% 下是0% 所以这个全球半导体展望是往下 台积电也跟主基础一样 对就是现在是流行下修 然后再来是这个资本支出 刚刚世光哥有提到 就是说目前可能会降到80亿 这也是往下 这个细节我们待会再来讲 另外还有一个 中国大陆投资的部分 他说他们目前正在评估当中 不急着要过去 其实中国大陆确实也不需要台积电过去 所以你现在你急也没有用 人家也不需要你 所以这个东西就还好 那数据的部分 我看第三季的营收 基本上是成长的 可是存运是往下掉的 所以这东西大家要特别留意 在台币贬值的环境当中 还蛮特别的 另外他对于第四季的展望 也蛮重要 第四季的营收预估会下降 大约是4到5个百分点 最主要原因来自于 他说这个库存 库存有点严重 包括上游的IC设计等等 他认为库存的消化 比想象中来的慢 这法说也真的很过分 第一季说第二季有库存 第三季渴望明朗化 第二季说第三季有库存 第四季可能会有库存回不潮 现在第三季又说 大陆明年第一季的库存过高 到底什么时候看得准 真的很奇怪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 这边让大家做参考 是这个自由现金流量 其实它是快速下滑 自由现金流量 就是这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扣掉投资活动 投资就是必要支出 然后你真正可以自由 运用的这个现金 这个很重要 这是会计或财务硕士论文 常常会做到的题目 自由现金流量 对 我看一下最近四季来讲 台积电的自由现金流量 从去年 今年的第一季是1071亿 大幅掉到第三季 只剩下478亿 最主要原因来自于 他有解释 他昨天讲说 这个自由现金流量 第三季掉了94亿 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 这个资本支出的增加 对 那我们看一下 资本支出的颜色是 我看一下 是这个 这叫紫色的部分 对 确实这三季其实有 慢慢的一个增加 对 但是其实更重要是什么 是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是大幅的衰退 官媒我要讲 还是要提 台积电没那么严重 宏达电 那时候跌到500块的时候 自由现金流量就变负值 所以自由现金流量 常常是股价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不要说台积电还赚蛮多 赚2块9 可是自由现金流量 大幅下滑 这会影响到未来 整个现金流量的安排跟预估 这是很特别的 对 没有错 就是说目前我们不是说 马上台积电会马上转坏 但是这个 怀点已经有点出现 大家要特别留意 是80几岁的台积电 也是要小心一点 年纪大了 那另外刚刚提到 最多就是资本支出的部分 资本支出的部分 刚刚提到包括这个英特尔 英特尔它去年的资本支出 还有101亿美金 那今年从4月份的87亿 调降到77 到最近调降到73亿 其实调降速度非常的快 那包括台积电 去年的时候 还有将近百亿的支出 今年原本 这是2月份那时候的报告 高盛的一个报告 那时候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是将近120亿 就现在只剩下80亿 也是掉将近三四成左右 非常的一个可怕 那三星的部分 因为三星的数据 其实相对来讲 比较神秘一点 因为三星的半导体 有包括记忆体 还有这个半导体 那通常它的记忆体 它是不公布的 对 所以变成比较难抓 就韩国人喜欢搞神秘 就不让你知道 我现在要干嘛 对 这很奇怪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 其实这一次 大家应该有发现 其实费城半导体的走势 特别强 对 你看费城半导体 它其实已经创下了 7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点 对 那你看这个稻球 你才8月下旬以来的高点 对 标普也是8月中下旬以来的高点 对 那纳子更惨 纳子只创了9月中旬以来的高点 对 那为什么费半这一次特别强 我们看一下哪些股票在涨 是 我们看一下包括这个 做Netflix的新地 Zendex 对 新地这一波很厉害 它从这个8月底到这个10月初 这一波涨涨了六成 是 然后包括美光 美光也涨了将近四成 对 然后这个英特尔 英特尔今年有两个并购案 一个已经完成 是并购德国的一家公司 对 另外一个是这个 Altra这家公司还在谈 对 那它股价也涨了33% 那德宜的一样涨22%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股价的并购 其实应该说并购 可以让股价持续往上涨 但是对基本面 不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 好 我们注意到 其实美国半导公司很特别 最近在大涨 像前天大涨昨天续创新高 很重要的是并购 那相对于资本数的减少 外面这其实是吃毒药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这些CEO 都宁愿花钱去买公司 垫高自己的股价 可是却不愿意对自己投资 像日月光买细品 花了快几百亿 可是却不愿意对自己投资 为什么 因为买现成的 对EPS比较有帮助 可是你要去再投资 但是风险就很大 我要讲运老师 运老师并不是半导体专家 或是不懂半导体 我们都可以这样讲 可是运老师我要请教你 因为你在台大海上课上 哲学与管理 到底决策怎么来的 我们从台积电资本支出 相对于国际的发展 忽然瞬间大幅下修 那面对这些老板的决策 不管是资本支出 不管是并扣 你会怎么看待 像最近发生的并购事件 下修事件 你会怎么做解决 我觉得这里头 要从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的话就是有关于决策 本身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者的话就是说 做了决策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商业当中 像这种超级大的公司 他做的任何决策 都是属于公共形象了 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刚刚讲到说 那个你刚刚讲到 宏达电的例子 大家是愚痛犹唇 如果台积电再来 按照这种情况 按照你的那种说法上来讲的话 就是动摇国本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决策怎么做 决策首先就是像我们通道买股票 上次也提到的 就是有三个部分 就是你按照过去发生的事情 集结起来透过归纳 变成模型或是系统 这个叫知识 知识的好处是比较稳定 知识的坏处它只是记录过去 另外你的当下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来进来就是叫资讯 我们得到各式各样的新闻 我们这个新闻本身 当然会影响我们做决策 但是它不成系统 它不成模型 我们是完全按照这个 避开风险的这个比例 然后来进行它里面的探讨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最后我们做出决策那一刹那 是一种就不是归纳的 是演绎出来的 是按照我们的情绪来做出 为什么要用到情绪呢 因为任何一个决策 都有不可避免的风险 对 因为现在我刚刚听了半天 还以为又像前天在讲GDP一样 又是3%变成0点几 这种情况就表示说 它原来过度相信 它的知识模型 过度相信它的知识系统 然后它不费脑筋 没有资讯 没有资讯 然后按照相细的力量 它的情绪做出来决策 这个决策一做出来 这个主机处也好 或者是中心院也好 或者现在台经院也是 要什么呢 它叫下修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 掌握到事实发生的 然后用自己的情绪做判断 那这个部分的话 出现的结果 那我必须要强调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确实是 人的经验越多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突破知识的限制 对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说老马是土 姜是老的辣 家有一老 儒有一宝 所以我敢跟大家讲 这个张先生是 不会容易退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情况 正是在这个拐点当中 需要他常年累积出来的经验 因为只有这种 累积出来的经验 才会有一种什么呢 既不是知识 也不是知识 也不是情绪 而是智慧 智慧 知识是每个人都有的 他这个智慧呢 就是做事情 做判断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 在这个紧要关头 要综合性的判断 顾及形象 顾及发展 注意国际情势 然后编出各式各样的理由 总而言之 讲穿了 只是在形容一件事情 就是手机也好 IC设计也好 半导体也好 各方面 它的发展过于迅速 没有天天成长的企业的 超过了经验 能够想象的范畴 对啦 大家已经就是说 一般人心里都了解 这个整个手机业 或者是说IC设计业 出现的瓶颈 就是创意不足 能够做到的都已经做完了 剩下的人 你就是在催他 把他摇醒了干什么 他也做不出特别好东西 倒是做比较保守的决策 对于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帮助 这个老师 我就再请教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接班 其实企业碰到最大 是交班的问题 因为台积电张忠某 事实上他很健康 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人都有终点那一天 这个交班的艺术 配合景气在下滑 特别是产业资本住在下修 这个交班的艺术 通常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经验的传承 更重要的是老一代跟新一代 有知识上的冲突 我学的跟你学的 已经有很大的差距 可是经验又不足 你会怎么看待台积电 现在碰到问题 资本支出之后 就是交班问题 因为上一次台积电 削减资本支出 就是张忠某董事长 第一次退休 交班给蔡立行的时候 当时闹出非常多的问题 你会现在怎么观察 这个交班的问题又来了 这个交班的问题 这个根本就是我们政治哲学 里面的问题 通常来讲这个所谓的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这个老不一定有用 但是它具有一种震慑的力量 它就让大家在底下 有心要自立门户 有心胡搞乱搞的人 他就是看到这个目前的情况 大致上的局面 被老得维持得很好 东方的企业 亚洲的企业 我们这个台说的时候 也是干到最后一天 最后弄到恐怕搞不好 最后一张文件还没签字 人就挂掉了 这种现象都会出现 所以说这个牵涉到你原有的社会文化 这个社会文化会觉得说 有一个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一个人他的经验很丰富 以至于他累积出知识以外的智慧 那我们很相信这个智慧 像我们总是会觉得说 以前大家想说 怎么会有人垂帘听证呢 怎么会有人当到最后一分钟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文化是一个敬老尊贤的文化 所以在企业当中的话 它就维持了企业中要发展的基本的精神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办法退休的 讲起来的话 想要享受退休日子 赚了钱是给下一代的不做事的人去退休 他自己就是没办法退休 搞不好他下一代已经退休了 他还不能退休 为什么 因为他一退休以后 大家都失业了 所以他不能退休 成了这个局面 这是亚洲企业上一个 东方进行一个很大的困境 好 我们将来回来观察 关门台积电的资本租下修 你关门你到底有什么意思吗 昨天我们说中华经济研究月 下修到台湾GDP到0.9% 我刚算一下 因为今年就要砍20亿美金 所以按照中金院的模型 台湾GDP要下修到0.5% 因为它的一家下修 会让台湾GDP大概预估再减0.4% 所以中华经济研究只就不再修 我们拭目以待 可是最后我们就看到对岸大陆 这个强刺机是不是开始发挥效果 特别从新增新融贷款这个数字 它到底对于投资 对于入股有什么样的益存在 这样不高 我来帮你做经文节 台湾GDP 我们的外报 跟我们一起 aprend 起